在香港抗争的主战场 转移到大学校园 继中文大学之后 这个香港理工大学 现在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警方与学生 以及支援他们的香港市民 发生激烈的对峙 防暴警察一度冲进校园 逮捕了大批学生和志愿者 那么香港大学校园的硝烟和火光 就让人们回想起 30年前北京发生的悲剧 香港警民冲突如何收场 六四事件距离香港还有多远呢 那么今天我们时时大家谈 加一个热点快评节目 我们请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 为大家做一解答 最近我们看到 这个香港抗争的最新动向 是大学生成为抗争主力 大学校园变成了主战场 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 您如何解读这种大学生 勇武抗争的现象 香港这场风波 又将如何收场呢 勇武抗争精神可佳 但策略不当 它是一己之短 博人之长 所以它不但不能达到目的 还会造成反效果 它会使一些本来支持的人不支持 还使得一些本来 无保留支持的人呢 变成有保留的支持 你看就拿国际社会 就拿美国来说 那些最支持香港的这些官员 议员和学者 他们都最近以来 都一再的反复的强调 呼吁港人要坚持和平抗争 不要有任何暴力 因为否则的话呢 就会给他们的支持造成阻力 这说得很难清楚 而更重要的是呢 一旦这个港府 一旦北京强力镇压 就像戴亚门教授原来讲过的一样 很不幸西方社会将没有人 骑着马来拯救这些香港民主人士 美国没有能力 也没有法律地位进行干预 当然我们知道 香港这些勇武派呢 他们有个计划 所谓揽炒 就同归于尽 遇失居焚 因为他们采取的暴力 并不是暴力革命 并不是打游击 那就是破坏一些公共设施 造成交通阻塞 干扰政府施政等等 他们就计划就是呢 没有一个社会可以 长期地这么混乱下去 这样子就迫使你当局二者择一 要么做出让抗议者满意的让步 要么就残暴镇压 而他们又认为呢 一旦当局残暴镇压 必定会引起美国和国际社会的 强力的反制 会给中国政府造成很大的损失 乃至于引爆它的统治危机等等 那么但是我原来也讲过 这种策略成功机会 就是非常非常小 你搞不好到头来很可能就是预分了 那时到没有分 我们也看到 最近我们也看到 当局就是在采取强力的措施 强力的镇压 但是呢 它采取的方式很狡猾 它不会采取简单的 重复六四那样的方式 因此呢 你国际社会 你能够进行的 进行的这个干预和反制呢 它也未必就能 像当年六四的时候 那么强大 另外再说 就像大亚文教授讲过的 六四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到的 这个西方社会的反制措施 依然还是 它的力度依然还是有限的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所以这么一看来呢 这种这场风波 它的这个悲剧是很难避免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 七月份 至少七月份以来 很多人就有这种担忧 那现在看来 这个情况确实非常难 很难避免 当然 今天的香港 毕竟不同于30年前的大陆 因为在香港 还有独立的媒体 还有网络 那和平抗争还是有空间 还有选举 区议会的选举 立法会的选举 尽管港府可能会借故推迟 但是它毕竟它不敢取消 再有你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 这个香港的最高法院 对禁盟面法 宣布禁盟面法为违宪 那么这也说明了 在香港 这个司法多多少少 还有一定的独立性 再更不用说 港人的抗争 已经赢得了 而且继续在赢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 广泛的这种关注和支持 所以港人那个还是会 我相信港人还是会 继续地抗争下去 好的 那么港府立场非常强硬 但是北京的动向呢 似乎更引人关注 我们看到除了威吓的声调 进一步升高之外 驻港部队最近这两天 也有异动 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有人说香港抗争的 最后关头即将到来 距离六四悲剧已经不远了 那您怎么看呢 我想这个 此前我已经谈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香港问题 可能从北京的角度来讲 他们认为如果退让的话 可能就会涉及到 北京政权是不是崩盘 然后最高领导人的权利 是不是不保 所以他们是站在这个保政权的 这个高度来看香港的问题 把它看得非常之严重 那么这样呢就是 也就是说北京肯定是 下了最大的决心 不惜一切代价 甚至做好选择这种下下策 但是呢也要这个把香港的这场风波 还要镇压下去 这样呢它才能稳住自己的阵脚 所以从保政权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北京是不会让步的 那么当然我们也注意到 就是四中全会结束以后 特别是香港特首去见了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以后 那么这个实际上这个强硬 就是港府的强硬 就比以前更增加了一个等级 而且我们也看到香港的暴力 在这个四中全会以后明显的升级 那这后面呢肯定有这个北京的 这个意志在后面驱动 所以现在看到驻港部队的异动啊 等等这些 然后这个对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的 这种围攻啊 我觉得可能这背后还有一个企图 这个企图就是11月24号的 这个议会的区议会的这个选举 那这个将从18个选区 选出400名的聚议会的议员 那这个此前已经有这个估计 就是说这个 这个这次这个亲北京的人士 选情非常严峻 最坏的情况下 可能选特首的那个选举委员会 100多个席位都会失手 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是 北京和港府的一个真正的 担心的事情 所以特首呢可以用这个骚乱啊 公开暴力啊 或者违外公共安全为由 按这个区议会调 条例把这个选举压后 那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现在 这个香港暴力的升级 尤其是这个香港所谓警方的 这个暴力的升级 背后可能就有这样的目的 就是说要激怒这些抗议者 然后呢制造更大的冲突 以便呢把这个议会选举停下来 这个呢可能是他们当前在想做的事情 至于说这个距离六四的悲剧有多远 这个我认为博弈还在进行中 北京呢很可能是下了这个 最大的决心 不惜一切代价要镇压 但是呢 它的镇压的力度 能否达到开坦克的程度 我觉得恐怕未必 那毕竟现在不同于 这个三十年前了 这个而且北京也要承受 这个国际舆论和国际封锁的这种压力 这个对于现在 在急速下滑的中国经济来讲 对这个政权来讲 也是很难承受的 谢谢 好的 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先生的点评